这次全员到齐 SDWagon来了 那当然它的动力呢是一样的 仍然是现在福特最PROD的ECO BOOST 2.3升280匹马力 前轮传动但是280匹 前驱车280匹已经是 我觉得是蛮极限的 尤其是在雨天 但是呢你是敢尝试的 有没有我还是敢踩它油门 搭配的是米奇林的PS4S 雨天太旺了 所以呢 统哥才敢稍微的多静性一点 让它稍微滑动一下 但是要小心 尤其是我们现在新铺好的秋名山 全新的柏油呢 非常多油脂 要非常小心 路面随时会有不同抓地力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这部车的好处 就是说它真的是多了很多的实用性 尤其这部车呢 我觉得更棒的是 哥这两张椅子 这两张RAKEL椅子 我觉得刚好把我扶住 就把我的屁股这样两边撑住这种感觉 它在悬吊上 ST跟ST Wagon是不一样的 ST记得我们有CCD的连续可变 阻尼的避震器系统 在ST上是没有的 一开始呢 董哥也觉得说 蛤 那是被偷掉了吗 因为这个价钱的关系 不是哦 全世界的ST Wagon 都是专属的调校 是没有用CCD的哦 会不会少了CCD就更弱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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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错了 它针对后悬吊因为荷重的关系呢 刚性变强 其实反而会让董哥觉得标准的ST 前轮会推头的那种感觉 减少了 后轮会带 它尾巴是可以带着车头哦 这代表什么就是 它减少了它的转向不足哦 这一点呢让我觉得 Wagon的操控反而更得心应手哦 在过弯的时候 更精准的去控制车子的动态哦 就是说我这样放一点刹车 尾巴就会带出来 刹车 放 有没有尾巴就带出来 车子更听话哦 然后搭配它的ELSD哦 真的不一样哦 油门踩下去 不是前轮滑出去的感觉哦 我可以更敢早踩油门哦 基本上呢这次的ST Wagon我觉得 还没买ST的可以补一下预算哦 加这6万块我觉得值得哦 你看真的很好开耶 Folk的ST应该全部改成这样的设定哦 这样会更好哦 你看它完全跟着路耶 那ELSD的差别是它真的是有离合器片哦 相对之下用刹车来夹内轮 造成滑叉这种设定呢 ELSD会让你的这个刹车哦 有更好的表现哦 不会因为要控制操控呢而过热哦 诶我不知道哦 到底是不是增加了C柱跟D柱后面的一些重量呢 是不是让车身的配重更均衡哦 而且呢 加上这个悬吊的调校 我觉得这种后面多一节的通常在操控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的 输掉的感觉哦 但是没有耶 这次的ST wagon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本来还觉得说 好 你就是要Wagon 所以你把CCD给拿掉了 所以是不是更软趴 更这种更中性 更没有乐趣的感觉 反而不是耶 我们现在开着这个Wagon 其实我可以开得非常顺畅 而且在雨天里面我可以跟大家聊天 刹车它的330的叠盘 尾巴会带出来 而且你甚至于可以说 诶我知道尾巴甩出来了 我可以多给一点油门哦 那这个方向盘呢 在Sport模式的时候呢 是两圈的Lock to Lock哦 手感哦 也比ST Line的方向盘哦 手感重很多哦 这真的是比较跑车化的设定哦 外加上这两张Rakale椅子哦 ST跟ST Line就差别就出来了哦 那之前呢 我还觉得说 ST Line是不是比较均衡哦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试完ST的Wagon呢 我觉得最均衡的现在来说呢 就是这一台啦 福特Focus已经全员到齐哦 只剩下手排Wagon我就买 哈哈哈哈 没有了 好 言归正传哦 ST它的Wagon版本 其实跟ST是有差别的哦 不是只是为了它的行李箱空间 其实它在调校更多它的个性哦 首先呢 当然车头的部分哦 重要就是说这些是完全镂空哦 为了要应付它280匹的马力哦 所以取消了这个控制哦 唯一的差别呢 就是在它的旭日之刃的车头灯设计哦 加上它有AFS主动式的头灯转向啊 还有遮蔽哦 侧边呢 最大差别不是全台一样 PS4S加上19寸的圈 但是呢看到没有Wagon才有的车顶架哦 还有全景天窗 再搭上这个有点爆龟的肌肉感 其实Wagon从后面看 真的是非常漂亮哦 多了一个配备 登登 电动尾门哦 然后呢车尾下面其实 跟标准ST不一样就是 它取消了双色的保感 Diffuser设计哦 但是呢仍然保留ST专有的 双出圆形排气管 基本上内装其实跟STLINE非常像 但是呢方向盘上多了一个ST 专属的运动模式快速键 跟直接切换各种驾驶模式 当然以性能车来说 其实这部车 Copilot360还有SYNC3 所有的系统基本上都没有少哦 进到后座呢 就可以感受它全景天窗 厉害的地方 而且空间感非常好 有C柱的延伸往后哦 所以头部空间其实也有 四个手指以上的空间 而且西部空间当然也是非常好 椅子造型虽然跟前面一样 但是包覆性当然希望可以更好一点 那才会真正变成一台Sport Wagon